第二十一题请选出具有方向性的物理量 那这题非常简单 我们上课呢都已经提示过了 甲呢叫速率 速率呢是纯量 它只有大小没有方向 所以呢甲没有方向性 以加速度 加速度呢我们教过 它是有方向性的 比摩擦力 摩擦力是力 力是有方向性的 功呢做功的结果就是能量的变化 那么它就是功跟人的意思一样 那么能量呢是没有方向性的 物理矩 我们说过理矩是有方向性的 国宗教的是顺忍中跟逆时中 所以我们就知道 有方向性的呢是以丙物 所以我们第二十一题的答案呢 要选了C 仅以丙物